哎呀 这是今天晚上我们要喝的酒 大家都不要醉哦 那羊的第三尺 上火锅的 肥肉相间 而且这个后腿肉 是最适合吃火锅的原料 反正吃鲜羊肉 自己家吃火锅 其实很少会吃羊片 除非是冬天 宰的羊树比较多了以后 打成卷它比较好存放 它冷冻时间 它就保鲜比较长 像羊腿它就可能保鲜 不是那么特别的方便 好了 这是整个的羊后腿 这是整个的羊前腿 你看到吗 不一样了吗 羊前腿的肉就比较薄 但它好就好 它带一块哈里巴带腿骨 这一个后腿基本上要三斤多 如果一家人吃的话足够了 再配点海鲜啦菜啦 如果说不会剃骨头的 咱就买那种剃好的羊后腿肉 剃肉多厚 就剩这一个后腿棒了 这几块是纯肉 真的上锅的原料 看我能切几盘 咱们有师傅的手艺好 切个薄片 勾肉 看咱这羊后多厨处 一个后腿不带小腿 出来整整的四盘肉 这四盘肉一家人够吃了 太多了 因为火锅店一般是五两一份 咱这一盘人一斤呢 这是瘦的 这是肥肉相间的 有待选择 谁想吃肥的这样吃瘦的 晚上喝啥呀 太小了 哎呀 哎呀 我走的 这是今天晚上我们要喝的酒 大家都不要醉哦 这样先下锅啊 咱们的羊肉第一盘都不掉 能加下来吗 能加下来吗 咱们就别一盘盘算了 都下了啊 下吧 点点味儿的 点点味儿的 没别的料 咱们长的草原的羊肉 咱们旧的草原长的韭菜花 就把它吃掉吧 我都给你 给你点德鲜 韭菜花多贵啊 哈哈 先给你了 好吧 上饼 除了煎盈没煎盈 不吃不吃 味道咋呀 吃不吃啊 咱们家吃羊肉的几斤几斤吃 就听说外地卖肉说按克算 没听说过克的 我们用5斤10斤算 买肉够来10斤 够来一个羊 按克算 好恨 按克不会算 我们这个富瑞米尔 跑去了克这个 这个进入单位 没有这个单位 干肉 羊肉鱼上锅的简直是没事 这个 放一个 来 放一个 来一个 哎呀 羊肉就要脆着吃这个肥的 羊腿肉这个肥 都切得并不腻 正因为我们这是草原羔羊 特别的嫩 所以有信心把它切得很厚也好 很好笑 这样 先下一盘肉在这 虽然我切的厚 但是我们那个小孩老人都能咬得动 还叫嫩 干肉 吃羊肉就得救着草原的韭菜花 我跟你说 香味绝对跑不了 根本都不用那些别的蘸料 因为韭菜花 它是腌制的时候 是用盐腌制的 我去抢镇头去 这种肥肉香腌的 这长得很漂亮的路呗 人家是饺子旧旧 月河也有 咱们是羊肉旧旧 月河也有 红旧 哎 祝咱们年年都有啊 年年都有肉吃 年年都有肉吃 秋季进补的时候到了 还得吃羊肉啊 少吃点枸杞 多吃点羊肉 这就是我们草原人民每天补充的日常所需 我们就是身材很均衡 因为我们补充了每天足够量的蛋白质 我们的主食就是8加1 超米奶茶汁 大米板 那咱的鲜奶都分层了 点上这一层就是黄油 你炒成金黄色可以加水了 炒奶茶 鲜牛奶 还没感觉 就出奶皮了 都是油 你看在里面 所以说这样奶茶炒的时候就不用放黄油了 他这个奶里面自带黄油 奶茶开了 人也这么奶茶般温柔 太想喝了 那就这味太香了 吃吃吃啊 好喝 好喝 嘎嘎香 想喝糖就搁点这啥 好吃不敢放甜